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氨基酸的烹饰就这样 它一边是COOH 一边是NH2 OK 那每一个氨基酸要去跟其他的氨基酸接起来的时候要怎么接 对 杨茜茜茜 那我们来看一下氨基酸一般的基本物理特性 通常都是五色的解晶融点大概 因为都是氨基酸的这一类 所以融点应该好多以上 那没有确切的融 每一个不同氨基酸的话 融点都不一样 因为它不一样都不一样 那基本上都可以融入强砖强碱 有一些的融解度不是很高 那这个就跟各自的氨基酸它们的特性有关系 那还有就是玄光性 通常我们在讲有机物的时候会去讨论到有光学移构物 有玄光性 那一般来讲氨基酸的话都是属于L型的 D型L型有评过吗? D型L型没有 它是一种光学移构物的分类 等一下再来讲好了 D型L型 那先记得它都是属于L型的 所以你们就看到那个氨基酸前面 雕了一个L 指的就是它是L型的这一类的氨基酸 那大部分都是L型 大部分的氨基酸都最L型的 然后除了Galicin之外 其他都有Lit1购物 还有静向 静向力购物都通过了吧? 有 有 有 好 那Mina Acids are critical to light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从昨天启鸣蛋白的例子 我们知道安定中 它在延续我们的生存 但也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那我们可以根据氨基酸 它有20种 那怎么分呢? 通常你可以根据它 如果是一个氨基 一个缩基的话 这也是中性的 比如说像L型的 但是有一些氨基酸 它会是碱性或是酸性 就是它除了它基本的 基本款的 一个氨基的缩基之外 它会有多一个氨基的 或者是多一个缩基的 好 那这会造成这个氨基酸 它是偏碱或者是偏酸 好 那在不同的pH值的时候 氨基酸它会有不同程度的 质责化或者是去质质化 这个知道吗? 知道了 因为我上次遇到一个大二 我们去年也有讲这个 但是大二 去年遇到 最近遇到大二同学 他说 老师我们最近终于发现 氨基酸 它在不同酸碱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pKH 好 好 好 我现在知道了 真的知道了 所以你们到大二的时候 不要再跟我突然发现 我们大二就讲过了 好 这是氨基酸的不同种类 我们稍微喵一下 下一个pKH 好 一起喵一下 你好 好 看一下 肝胺生是最简单的 好 然后其他的像这个 好 我比较习惯念英文 念中文 有时候会解氨酸 我看 Valin 然后Elemin Lucine 亮氨酸 Isoleucine 就是 敌亮氨酸 然后本品氨酸 Valin Elemin Pyrosine Tryptophan 那 所以这些氨基酸里面 只有三个 它是有 有本反的 很本反 有方向反的 就是这三个 Valin Valin Elemin 色氨酸 Tryptophan 以及若氨酸 Pyrosine OK 那不同的氨基酸 它的大小也会不一样 除了它本身的酸碱性不一样 它的侧面不一样 它的大小 你看这样 甘酸是最小的 那最大的 是一个叫Arginine Arginine 是很大的 所以通常它们 在组成蛋白质的时候 它就有点像 每一个都是一个 具有特别功能的小基因 这样 然后组合成一个 具有功能性 特定的 二级结构 三级结构 三级结构的 蛋白质 好 组氨酸 还有这个 天豆氨酸 天豆氨酸 辣氨酸 gutamic acid gutamic acid gutamic acid 你看像这个 gutamic acid 它这个是酸 还减少 酸 酸 酸 因为它除了这个本身 每一个氨基酸 它都一定会有一个NHQ 一个COOH 那它如果有多的的话 像这个 它多了什么 它在侧面上也有一个 有一个缩酸 所以它变成有两个缩酸 C 像这样子 那像这个 减的 因为它多了一个氨基 大概看一下 不用死费 除非说你要开始研究 氨基酸跟蛋白质 那就要好好用心去了解 每一个氨基酸的特色 arginine 是一个很大的 你看一下 很boggi boggi boggi 就是很大块头 proline cysteine serine sirine sirine and mesone 那所以这些氨基酸里面 有几个是含硫的 像这个 淡光氨酸 它有含硫硫醇 那这个在所有蛋白质当中 含有硫醇基的这种 还有半光氨酸 它通常活性特别高 所以它往往在一个蛋白质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活性位移 关键的角色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methaluma 它也是含硫 但是它的反应性不如 就是酸性 那proline呢 proline proline 它有这样一个活 它通常蛋白质是不是会卷来卷去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螺旋 那proline 它通常是在一个转角 一个tread的位置上面 转角的收藏 是由proline来转的 它就是一个大致上的分类 这含方向肌臀的啦 含多的酸肌 含多的氨肌 含多的氨肌 含多 除了氨肌的英文名字之外 上次有跟 之前有跟大家先提过 每一个氨肌酸它有一个代号 那有一种是三个字有代号的 那有一种是只有一个字的 那所以就不用每次都把它的确明所出来 你看到这个 比如说GLY就是 然后这个有个ISM 然后这个它们 基本的结构都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测链 各有各的测链 导致它最后这个氨基酸的活性都会不一样 这个先不用把它用活性 negative positive 带电性 好 就每一个不同的氨基酸 就因为它带在电 它的电性 当然在neutral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 请这样带针电或带负电 但是也会随着不同的PH值 它的电性都不一样 所以那个 真的是就是要看个别的情况 没有办法自从 单一个情况来讲 那针电的话 像刚刚说这个 Pullwing好像就是常常在 但白质它在转折的时候 常常是有Pullwing 来做这个转的这个工作 好 那测链的长短也会有关系 测链长短 为什么会有关系 我就想 大小也有关系 测链也有关系 测链的长短有什么关系 它会去影响 让它的生子间作用力 因为其实你去看 一个蛋白质 它虽然是由初级结构 来决定这些氨基酸的排序 但是它最后的三级结构 是由它空间上面它怎么折 怎么转来决定的 那这个怎么折怎么转 的话都跟它的分子间作用力有关 比如说轻件 那有的时候你测链一短了 本来可以形成轻件的变成太长了 够不到 太远的够不到 那本来应该形成轻件的可能 就没办法形成 那如果刚好是在关键位置的时候 它的生物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你不要看测链 差在测链而已 这个测链光是长短的不一样 就会造成它功能上有的时候 也会不一样 那有的时候这些蛋白质 它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单单是靠它蛋白质本身 它还要靠它周遭的一些辅助的因子 比如说液垢因子 就是光只有主角不够 它往往周遭还有很多的配角 在帮助它去能够确保它 能够行使正确的生物功能 像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使用蛋白它需要23BPG这一个东西 才能确保它行使正确功能 一样的道理 这个大原则可以apply到 所有的蛋白质上面去 好,这个是简单看那个 配泰化就是吸氨件的形成 就有两个氨基酸 它的中间怎么形成吸氨件 好,那这边 这个昨天讲的有四级结构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四级的话是当一个蛋白质 它有超过一个以上单体的时候 那单体、单体之间 在空间中的相对关系 就是四级结构 好,这个是金鸿素的一级结构 它的就像它的身份证 我像电脑 我像电脑这样子 这是它的排列 第一个这个座号一号、二号、三号 这样子是排 那一个蛋白质如果有100多个 你就排100多个 那所以有的时候写的很累 所以本来只是三个概码 后来也变成只有一个代码 所以你这个很神奇 很大自然 你看这么多里面 如果其中一个关键位置的氨基酸 它有可能整个全盘就会改变 它的身份证就会改变 好,那二级结构 常常有两种或三种 你可以说三种 比较常见的一种 叫做Alpha Helix的 一种叫Beta Sheet的折叠方法 那它有一种是Term 特别也算是一个二级结构 真确保氨基酸 因为一级结构 你可以把它拉长的话 是很强很强的常列 但是真的蛋白质的话 必须是一个常列 它不是一个随意乱飘的常列 它是因为生态间 它是平衡的 为什么生态间是平衡的 它是涉及到哪一种规御 SP2 所以它是平面的 所以它不是能够任意转动的 不能任意转动 所以它只有 这个常列的话 它通常会只有固定的 几种折叠方法 那Alpha Helix跟Beta Sheet 是最常见的 我看在里面有个例子 像这个 这里面很多小问的里面 它这个 你这样看 你有看过那种 有点像彩虹彩带的那种蛋白质的画法吗?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样子画?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魔学 那个就是二质结构 它的二质结构 就是一个这样子拍下来 因为它空间上这个生态间不能随便乱转 所以它有一定的转法 一定的转法 那每一圈的高度啊 然后每多少的氨基酸 可以维持一圈啊 这个都是有固定的 不是乱转的 不是乱转的 那构成二质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清贱 这个是在碳糖分的细部 alpha-Q 里面 然后每一个清贱 然后 那 那 多少都会维持一圈 这个就有点 比较细的一点 这个你知道就好 就是我们不 那个氨基酸 它不是随便乱转的 那还有一种是beta sheet beta sheet的话是 一个这样平面 有看过吗? 这边好像没有 等一下可能会有影片 有看到现在就来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是cham 这边有转的时候 转角的时候 这种cham 然后这边出现了beta sheet 你看它不是像alpha-X那样转 它是这样子平面 平面 那简单的话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平面 这种有看过吗? 这种平面 这种你看到这样子平面 它就是属于beta sheet 这个是从分子 你看它那个每一个氨基酸 它排成去的时候 形成会这样子 那它清建 是它最重要的分子症作用品 那二极结构组成了之后 我刚刚是看它local 就是定域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那哪里可以形成alpha-X 那里可以形成beta sheet 那最终的话 会形成三极结构 那三极结构的一些重要的分子症作用品 包括氢键、离子键、hydrophobic、输水键 或者是双流键 那这边我们在讨论不同的 不同的分子症作用品的形成 这个四极结构 昨天已经跟大家先讲的那个故事 所以蛋白质它每一个小小的变化 其实都是牵引反动群生 你越研究蛋白质的话 你会发现是非常精密 而且微调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极致 像这个是血量蛋白 你昨天提到那个血脊脂记的 KIM 它的KIM上面它是一个脂脂 它脂脂形成的一个 有点像平面 铁在这边 然后铁抓氧的时候 氧就这样接着的 对 那在有接氧跟没有接氧 这个脂脂 血脂脂它平面 有的时候是平面 有的时候是非 有没有 奥到胺脂肪 它会这样子 有点像它分析这样 就是我们在呼吸 但是那个 它也在呼吸 那它在呼吸的时候 它就会牵动到它 跟它连着的这个主胺酸 从主胺酸这边 一直连动 牵动到整个三极结构 那一个单体被牵动到的时候 它的隔壁银居也会被牵动到 所以这个是导致它们 能够有些动作用 就是主要的原因 像这边 你看 这样子 就是那个平面 然后非里面 这样子 整个单体受到影响 最后整个四聚整个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导致它会有R-State 跟T-State 这种构型上面的变化 那这个构型的变化 然后还有它中间涉及到的动态 就决定了它的生物功能 所以这个是蛋白质 一二三四级结构 它具有重大的生物上的利益 蛋白质会变形 变性 Denature Denature 变性 变性通常会受到一些外来的因子的影响 或是变性剂 或是你就是要让它给瓦解掉 这个变性剂 或者是温度 温度也会导致它蛋白质都变性 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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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温度中 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变态 变性 通常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变性 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机物都会造成变性 BHG 酸碱性 有一些它可能短暂 有一些是可逆的 有一些是不可逆的 如果它是轻微的 它还可以回来可能可逆 但是有一些是永久性的 造成永久性的过犯 也就是永久性的变性 那常常造成变性的原因 还包括这种中金属的人类 所以有的时候 一些环境的污染 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那如果没有办法在我们体内自然去 把它调节出来 就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甚至海症 这些的 那个种多分子的产生 很多的N-酸都是蛋白酸 酵素 那它有专一性 那这个专一性 就是来自于它在空间中 具有特定的结构 所以往往它是非常的专一 就是啊 它必须只有跟肉水三线淡取不条 有只有一种 可以跟它借水 可以跟它反应 其他的可能不行 要必须要刚好问一下 这种空间上的排列都对的时候 很多的药物它的制药的原品是什么 它去伪装 有点像打仗一样 比如说这个疾病的发生 有一种疾病的发生 它是A这个 molecule 跟另外这个东西 它要去作用 那药物常常去 在制药的原理的时候 它就是去模仿 模拟这个 这个 它不希望它去跟A跟B间接 所以它把它制成很像B的样子 去Trick 去伪装成B好了 然后去跟A把它阻断 让A就不能跟B真的发生作用 很多的药物在制备的时候是这样子 透过 那你要制备这样的药物的话 你必须要针对A跟B 它发生的时候 它的构型的要求 还有它的活性未典 这些你都需要了解 还有它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动力学 所以他们在制药的 或者是在学医的药物动力学 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那其实动力 要动力学探讨 就是我们在动力学的时候 探讨的这些主要的数率 这个 所以我们的动力学 其实它会到各种不同的层面上面 中规都最后都是在讨论分子间作用力 凡德网力 先建 那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叫做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可以通过吗 转益后修饰 这种叫转益后修饰 就是蛋白质通常 它是透过DNA RNA 这边转益过来的 那它已经决定了这个蛋白质 它的结构 包到一级二级三级 这就是四级 但是呢 后转益修饰 是经过已经蛋白质形成了 但是如果说体内 或者是有一些环境因子 来跟这个蛋白质作用发生 有可能发生了公架件的形成 有新的公架件的形成 那它可能就会改变原来这个蛋白质的性质 结构以及它的功能 这个有的时候会缩写称PTM 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蛋白质的后转益修 来我们来看氨基酸 来看故事 好漂亮喔 蛤 我真的妳画的吗 不是我画的 我希望我会画 每一张就可以都做一样 但是 这个需要时间 胺基酸与蛋白质的故事 胺基酸的基本結構是怎樣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畫成這樣 就是簡單的畫法 有比較好懂 不用好懂畫這樣就很 大家都懂了 然後它形成 兩個胺基酸形成的是 PEPTIE 胸胎件 那因為它是平面 對 嘴片的軀 然後二極結構 形成的時候 這個二極嘛 大約來說會有 這種形狀 或者是 這種BETA SHIT的形狀 然後二極的話 會再有 變成三極 那甚至會有 可能有四極 四極後還有沒有 沒有 最終就是四極結構 這樣子 那不同的胺基酸的話 你可以根據這些胺基酸 它本身的性質去歸類 譬如說它是專性的 它是中性的 它是減性的 但是這些胺基酸的 只是針對它在 比如說在 neutral 的狀態的時候 但是它 pH 改變的時候 它說它減性也會再變好 因為是子泡去子泡的關係 那當然也可以根據它的極性 它是屬於極性和極性的 胺基酸或者是比較 non-polar 非子心的胺基酸 或是比較大的胺基酸 或是比較小的胺基酸 那你要去設計一個 你自己的蛋白質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根據它這個 每一個胺基酸的特性 可以設計一個 你想要它發揮怎樣功能 所以以上是這個蛋白質的胺基酸 蛋白質就是它的組成 胺基酸的這個關係 那生物聚合物 還有一類 RNA DNA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類 那試試看看 對 剛剛老師又要那個講 異購物嗎? 我們來看一下異購物 通常你在討論有機物的時候 有一些因素 當然它的組成是很重要的 組成 那組成上面有組成的結構的異購物 有粒的異購物 或是它有 造成它有不同的構型 然後鏡像異購物 不只是說光局異購物 有不同種類的這種異購物 看來看一下這個 Stereo 是粒體的異購物 像這個Sys-Trans 是屬於結構上面的異購物 Sys-Trans 這叫Geometric Geometrical Isoles 它是只有 它接的東西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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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看這個 這個 最大 來 聽你其他命名 這個要懂得命 來 先決定它的股價 所以它是有什麼? C類 然後呢 是什麼C? 它 以 應該是 丁熙齁 1 2 3 4 對 但是它這邊 它是把它用成 蛤? 它這個好像寫錯了 對 應該是那個 丁熙 1 2 3 4 嘛 然後它在第1 第2的地方 接 對 接了 接了綠 接了綠 它這個也是 第2 第3 這個命名 這個好像是從其他的那個 PPT上裝的 好 那也沒關係 我們看 所以這邊綠 它其實接的都一樣 對不對 然後呢 但是 空接相對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一個是Sys 一個是Trans 這一種 好 這個是Geometrical的Isolas 但是它這個 它這個命名 應該是這邊把它改成HH就對了 對 好 這邊它改成HH 如果說它要從這個結構式的話 它是一個丁熙的結構 那還有 呃 一種是光學的易購物 那這個就是它的懸光性的關係 好 那Towntown是在content A symmetric common acting that can exist in true form like that Mirror 如果是互為鏡像的時候 什麼是互為鏡像 蛤? 蛤? 我們的手 算是 能不能算是 鏡像 蛤?可以 對不對 啊能不能重疊 能不能有手能不能有 就是如果以同一面的時候 是沒辦法強別 是對稱的 蛤? 是鏡像的 這種叫Kyro 以前有學過嗎? 那個對長性 對長性 對長易購物 不是那個對長 不是這個對長 是這個對長 對長性 像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Mirror的易購物 好 那風學上面的易購物 有幾種命名的系統 有幾種命名系統 那這個都跟它的懸光性有關係 好 跟Tree mirror image 好不好 Compound 這個字 介紹一下 ensumers ensumers 好 它是那個 鏡像易購物的東西 那 有分成D、L D跟L的 那這個 跟什麼關係 ensumers of compound 它跟它的懸光性 它是右旋的 還是左旋的 是有關係的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氨基酸 氨基酸 但是呢 這個是L型 這個是D型 O型或D型 那有一種是用正負來分 那個 因為不同的時間點 或是不同的人提出來 所以會有不同的體系 所以有的時候就用D、L 有的時候用正負 有的時候用S負 對 互通 L是Left 什麼是 L是Level Rotary Level Rotary 它指的是 Isomer rotates When you rise right to the left by the same amount 第一的話 Dextra Rotatory Dextra Rotatory 它是右的意思 有一些是來自拉丁語的那個字首 字首 字根 又這是你Rot的意思 然後就簡稱D 另外一種命運系統 那把D這個變成正 那個是負 那還有另外一個體系是S跟R 就你大概知道一下有這種 有D、L的這種分 分靜向E.5的體系 有正負的 或者是有SR的 那這邊的話主要大家以前學 高中生女有學過嗎? 有學過一些嗎? 有學過一些嗎? 好 這邊可以當作負心嗎? 這邊 好,所以通常核酸分成哪两大类?DNA,RNA,DNA是脱氧的,Dioxide这种,脱氧的,Ribonucleic Acid,DNA,或者是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OK,好,那它们的主要结构是什么? 好,核酸的单体结构,核甘酸,那核甘酸它每一个核甘酸里面都有三个重要的,有三个重要的区块,就是胖酸酸,一个是含氮的剪肌,还有五碳糖,现在就是核酸基,OK,这边应该很熟悉的感觉,对不对? 好,那RNA跟DNA,除了它这个脱氧跟没有脱氧的差别之外,它的功能上面也不一样 那DNA的话,它主要是含有所有生物物种,所有遗传信息,然后它是双面,就是大部分是链状的,那也有一些是缓状,质量很大 那RNA呢,主要是负责它的DNA讯息的转移,还有表达,传递,那分子量通常会比DNA要小,非常多 所以,这个是它DNA,RNA,氮氮剪肌变成DNA,然后它这个会跟蓝色体这边,蓝色体上面,就都是DNA,RNA,它里面带有这种一条多讯息 好,来看它的主要结构,复习一下,一个核酸上面,会有这个磷酸的group,然后有这个乳炭糖,还有这个氾氮的碱基,所以氾氮碱基有哪几种? Nitra has chosen to use phosphate group,就是这不同的这个核甘酸,你在联系的时候是用什么来联系? phosphate的这个部分,去做linking,你看一下,这是一个核甘酸,它要跟下一个核甘酸流的时候,就从这边,然后再联系,也有下一个,这样子 Each un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phosphate groups,像这样子去,从那个磷酸这边去把它连接起来,就每一个基本单元都是这样子,然后再连的时候呢,它这个 这个是用简单的画图图示的方式来表示,就圈圈打圈圈的就是那个磷酸的部位 五角形这个是无碳糖的位置,然后这个是寒氮碱基,那你看它这个每一个都是用磷酸的部位连起来,所以它也属于一种polymer,一种聚合物,它是生物 它这个是核糖跟去养核糖,最主要的差异在这里,它在那个无碳糖方面 好,那要问的,有几种碱基? A,G,T,C 还有一个U 还有一个U,尿密定 所以Purine 有这个Adenine Guanine 或是中文,这里学过吗? 好,线飘铃,鸟飘铃 然后Pyramidine 秘定 有这种T,Thymine Cytocin,Thymine是胸蟹密定 然后有一个Bull密定 Bull密定是Cytocin 那还有一种是Urosol U是尿密定 那尿密定是只有在RNA的时候 它才会有这种Urosol 那另外一个呢 这种胸肩密定是只有在DNA的时候它有T 所以主要是这两类,飘铃跟密定的衍生物 我先把它连接起来 那DNA怎么发现呢?它的结构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DNA的双链螺旋是怎么发现的 在 从X-ray的光谱上面 所以一开始是这个Frituric Gris 它发现了 在那个Deseased Bacteria 它可以Transform Harmidine的Bacteria Uto deadly Bacteria 它会有一种传递 从这个有疾病的这个细菌上面 Transfer这种Harmidine的 从毫的到那个已经死掉的一个细菌上面 那在开始Search 要去了解这个讯息是怎么传递的 开始让他们去了解DNA的结构的话 就从这个Rocelyn Franklin 他先做了那个DNA它的结构 X光的那个料碎的结构 然后接着到Watson & Crick就很有名了 Watson & Crick 在1962年的时候拿诺贝尔奖 他们1953年的时候 确认这个10年之后 还不到10年 就拿到诺贝尔奖 这是很快的 有人要等了4分之1的试制 真的更久才会拿到诺贝尔奖 所以有人可以看运气 那Watson & Crick 它们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啊 那个双螺旋是怎么形成的 轻件 那轻件它是随便让你结的 不是 要有特定的配对 对 谁跟谁配对 A跟T 一定要是A跟T配对 然后G跟C配对 然后配对出来的数目呢 T跟A的话只能形成几个 只能形成两个轻件 然后C跟G是可以形成三个轻件的 所以有一个规则在那边 The basis of one chain of units are attracted to a second chain the hydrogen bond 对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这边的话 另外那边你们知道 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DNA have specific pairing 有一个特定的成对的方式 就是A跟T要聚配 然后C跟G聚配 哪一个会比较稳定 那我们就形成三个的嘛 三个的那边就是C跟G的这一对 会比A跟T的要比它更稳定 那这边有做一些探讨 比如说DNA它的结构上面 为什么我们自然间会去用简织 这种寒淡简织 当作遗传的密码 去那些遗传讯息 会用这种分子来传递 那可能一般推测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简织分子 它是扁定的 所以它可以很紧密的 堆叠在这种双螺旋 然后双螺旋 它又有这样子 这么紧密的轻件 T跟C跟T 然后A跟T 然后C跟G 这样子的配对 那再来一个环是单环 一个环是双环 去配 所以不太会去搞错 这个都非常specific 好 那还有再来就是很输水性 所以它把它的讯息可以 嗯 藏在它这个两骨之间 不会 不会随便 就被 被 溶解掉 对 防水 觅食 配对 通防水 那 那 现在的基因工程 很厉害 对不对 比如说有把它哪里变 等一下哪里这样切 切开之后再把它接上去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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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雷 有精确的可以去剪接 就像是剪接这个录影带一样 可以 如果这段不要换成另外一段 把它卡掉 然后换 什么是基因工程 可以精确的在这个 核酸序列上面 精确的剪接 就像编辑这个 代表 然后把它接到它想要 开启了这个基因操作的大门 好 那所以 一些重要的 功用 好 比如说 RNA它可以干 扮演 转入 对 好 转移 转移是RNA到这个 protein这个游户 也可以反转入 这种不同的功用 很好用 转移 转移成蛋白质 所以每一个氨基酸的 氨基酸它都是来自什么 它有必须要有一个code BNA的序列 它必须要有三个 RNA然后messenger 上面写一个m表是什么意思 它是messenger mRNA 它的序列是三个一组 那每三个可以对应到 一个氨基酸 有被过吗 有些有 有被过 有些可能没有被过 但是 嗯 至少要知道 好 就是 就是每 每 每一个氨基酸它都是由 三个为一组的 这种mRNA的序列 它有 就讲什么 去对应到一种氨基酸 好 然后呢 有RNA 液成氨基酸序列的时候 那还必须要有一个翻译的人 一个是讯息的传递 那传递过去之后 它要有一个translator 所以它用TRNA TRNA去当做翻译 好 那每个TRNA它是一个界面 它去做这个转译 翻译的工作 好 好 所以 那个氨基酸 你看到这样的图 就是 四种 四种 那个 基本的 氨氮结肌 然后它用各种不同的排列方式 比如说AAT好了 那它转移去就是AS 这种氨基酸 或者是ACT 就是这个氨基酸 你可以认为 GCT 每一个氨基酸的话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去转移 这样子看 TGT GC 都可以等于成是SKIN 那它当然也会有一些变性 变性跟负性 这边就 时间关系就 你不会探讨到它 深入这个基因工程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的主要结构 DNA RNA 的主要结构 还有RNA 它有三种主要的 Tenal 有三种 MRNA TRNA 还有RNA 它跟别的 可以代言这个Messenger 的种色 Translational 的种色 还有这种 组成 株糖 机 zijn 基因的工程 现在越来越 徐 deck 它的发展 越来越蓬勃 它常常可以运用到不同的 生物技术的方面 有没有人也会有兴趣 往這個方向 你先來看看他可以做哪些事情 比如說做基因轉直 基因療法 有經過嘛 基因療法 然後做一些複製 複製羊 複製狗 複製女 有生物個體複製 還沒有複製人 有牽涉到很多人裡的物體 然後幹細胞分化 人造細觀 基因體激化 蛋白質體 生物動物 生物的質詢學這些 晶片 這個都涉及到基因的構成上面 那生物 生物polymer biopolymer 還有一類是糖類 糖類 比如說是葡萄糖 雙糖 多糖 然後銅糖全糖 這個也大致上以前學過吧 好 好 那走看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來看一下糖類的部分 謝謝 謝謝 謝謝